功率導線價 市佔率全球第一的廠商 就是它 今天要來聊聊的 就是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德成立於1967年 於1996年上市 股票代號2351 資本額新台幣18.2億 主要營業範疇 半導體導線價 LED導線價 五金文具用品 各式充壓模 營收產品別 2021年與2022Q1 電子佔比都是85% 五金文具佔比15% 順德主要是以電子為主 也就是導線價及電子充壓件 營收地區別的部分 中國佔比最高 45.8% 其他佔比21.8% 台灣與日本佔比分別為14% 與11.5% 馬來西亞佔比7% 在市場佔有率的部分 順德有兩個第一 公率導線價 全球市場市佔率第一 五金文具 台灣市佔率第一 再來看看近幾年的經營績效 營業收入在近幾年大部分都是80幾億到90幾億 2018與2020年則是突破百億 營業毛利與營業利益大部分都是跟著營收在起伏 業外損益的部分則是有正有負 是比較有波動的 業外損益在營業利益比例也是蠻波動的 2012與2020年佔比是超過10% 其他收入的部分 最近幾年都維持在20幾億、30幾億 主要是其他收入其他 那最近幾年還有補助收益 財務成本的部分主要是利息支出 其他利益及損失的部分是有正有負 比較沒有那麼穩定 那主要是外幣兌換利益及損失 有較大的金額 三綠的部分 可以看到走勢是先往上 隨後再往下 尤其是2020年 是相對的低 2021年 則是再度往上 在營收變化不大之下 散率的表現 就會影響到最終的EPS 所以散率是要持續最終的 EPS的部分 是從1點多 增長來到4點多 那在散率降低之下 有幾個連度 EPS 也是降低的 2021年 則是再度回到4點多的水準 ROE的部分 也是上上下下 大部分年度 都是在12到17% 這個區間 以近幾年 順得的表現來看 在營收變化沒有太大之下 3D的表現 就相對重要 負債比的部分 近幾年都維持在40% 長期借款佔比 都在10%到20%之間 短期借款 則是在10%以內 兩者借款佔比相加 大部分年度 都有突破20% 接著來看一下存貨的部分 近幾季金額是有慢慢變高 但是只看金額 個人覺得沒有那麼直覺 畢竟當營收一直增加之下 該準備的存貨 應該也是需要稍微增加才對 所以可以把存貨 與營收的連增率 放在一起看 先來看看近幾季的變化 可以看到營收連增率 近幾季是呈現遞減 存貨的連增率 2021 Q3到2022 Q1 都是40幾% 2022 Q2 則是下降來到28.58% 所以 從連增率的變化下 可以看到存貨跟營收的連增率 在2022 Q2 是持續收斂 越來越接近 個人認為這樣還算合理的 股利政策 根據郭丹夫資料 是連續19年配發股利 近10年都是配發現金股利 近10年 盈餘分配率 平均為 62.65% 近10年 殖利率 平均為 3.52% 接著來看 2022 Q1 Q2的表現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利益 2022 Q1 對比去年同期 是連增 2022 Q2 對比去年同期 也是連增 業外損益的部分 2022 Q1 對比去年同期 是連增 2022 Q2 對比去年同期 也是連增 那從 2022 Q1的財報上 可以看到 在業外的項目上 是其他利益及損失 這個項目 差異最大 是以正以負 再從財報追追追 可以看到 其他利益及損失 這個項目裡面 差異最大的 是境外幣兌換損益 2022 Q1 是正的 2022 Q1 是負的 在看看 2022 Q2的財報上 一樣 在業外的項目 是其他利益及損失 這個項目上 差異最大 也是以正以負 再從財報追追追 可以看到 其他利益及損失 這個項目裡面 差異最大的是 境外幣兌換損益 2022 Q2 是正的 2021 Q2 是負的 那這個業外的結果 其實也符合 前面提到的 近幾年 在其他利益及損失這個項目裡面 主要 也是外幣兌換損益所影響 三率的表現 營業毛利率 營業利益率 2022 Q1 對比去年同期 都是連減 只有稅後盡利率 是連增 2022 Q2 對比去年同期 也是一樣 營業毛利率 營業利益率 是連減 只有稅後盡利率 是連增 那因為在業外 正一副之下 稅後盡利率 是呈現連增的表現 2022年上半年 順得在營業毛利率 與營業利益率 是連減 所以要稍微留意 後續三率的變化 最終EPS的部分 2022 Q1 對比去年同期 是連增 2022 Q2 對比去年同期 也是連增 接著 來看一下 日線圖 可以看到從今年開始 走勢有較大的跌勢 那主要也是大盤走勢較差 這真是所謂的 覆巢之下無彎卵 再把日線圖 時間拉長一點 看看歷史的走勢 可以看到 240日均線 也就是連線 當走勢 真的突破連線之後 都會出現一波漲勢 當走勢真的跌破連線之後 就會出現一波跌勢 以上的資訊 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 皆為個人心得 本人無邀約 推薦 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咱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